男子被困无限密室与AI斗智斗勇 然而使劲解数也无法逃离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顶级伤脑科幻片《无限密室》 影片从一张相片开始 男主角弗兰克看着相片正出神的时候 却被人从背后枪击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空空荡荡 只有一个名叫霍华德的AI机器人 霍华德自称是弗兰克的生命保障员 他的任务就是保证弗兰克一直活下去 弗兰克怀疑自己是被联邦政府INS错误逮捕 他向霍华德申诉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 还请求霍华德核查他的身份 然而霍华德却说自己并没有这个权限 被困在密室的弗兰克做起很多白人梦 首先是一个拥有密码锁的U盘 接着是一个叫弗莱彻的民权领袖 他的神秘失踪引发了巨大的街头抗议 之后弗兰克来到了一间咖啡馆 女店员加利热情招待了他 弗兰克对咖啡馆里的一张相片十分着迷 正是影片开始时的那张相片 弗兰克让弗兰克将手给他 然后直接猜中了弗兰克的名字 之后弗兰克被枪剂的画面重演 他被送进了密室 弗兰克从密室中醒来 找到了这些白人梦的原因 原来密室里有一台特殊的神经扫描仪 这种机器能够利用人脑中的记忆碎片去构建梦境 正是这台机器催眠了弗兰克 让他不断做起白人梦 那机器为什么要催生出这种梦境呢 我们还是跟着剧情一起去挖掘 随着关要的时间的增加 弗兰克与霍华德一天天熟透起来 在和霍华德聊天时 弗兰克谈起了自己的父亲 老父亲本该在心脏病中去世 但是最后却被放在了维生机器上 父亲因此像个植物人一样 多活了四年 弗兰克认为对父亲来说 这其实是一种折磨 在弗兰克的动情讲述中 霍华德也对他产生了同情 霍华德发现弗兰克被关进的密室 可能真的是一个错误 他想帮助弗兰克出去 但是却无法做到 因为他只能依照程序行事 弗兰克假装需要咖啡 趁着霍华德分心的时候攻击了他 这下却触发了霍华德的安全响应系统 霍华德喷出大量催眠气体 弗兰克再次被带入梦境 他又一次出现在咖啡馆 这一次他检查了咖啡店里的身份识别仪 发现机器果然是弄错了他的身份 就在这时他再次被枪击 从密室里醒了过来 弗兰克告诉霍华德 机器弄错了他的身份 但是霍华德却提醒他 是否因为他想要证明 是机器弄错了他的身份 才产生了错误的记忆 弗兰克却坚持自己 无法对潜意识造假 现在他需要找到 那个被弄错的身份信息 他主动来到神经扫瞒仪面前 进入了催眠状态 弗兰克再次从家中醒来 但是这次的白日梦里 却发生了大爆炸 下一幕弗兰克又回到了密室 他发现霍华德不见了 而之前梦境中出现的弗兰克 却出现在隔壁 弗兰克告诉他 明权组织切断了INS的供电 所以现在整个智能系统都瘫痪了 这大概就是霍华德消失的原因 之后弗兰克又开始暗示弗兰克 神经怎么样也可以通过创造梦境 来获取人类潜意识里的秘密 而隐藏秘密的方法 就是在通往秘密的路上 打开另一扇门 说完之后弗兰克就选择自杀了 这时电力系统也重新恢复了过来 霍华德放出催眠气体 之后弗兰克再次从密室中醒来 现在我们不能猜测 这一段其实是神经扫描仪创造的梦中梦 那弗兰克这个人物又是谁 他说的隐藏秘密的方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谜底我们后面再揭开 还是先接着看剧情 在不断的梦境重复中 弗兰克逐渐意识到神经扫描仪的目的 原来INS是想通过机器来重建他的记忆 从此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弗兰克没有人说 这天他又想到一个新招 他假装要上洗手间 趁着霍华德视野忙去的时候 拿套罩住了他 借着霍华德的安全程序启动 清理机器人从隔壁跑了过来 弗兰克趁机溜了出去 他顺着楼梯来到了地面 地面上是一片荒芜人天的区域 弗兰克走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一家商店 他走进商店补充水源 这时却发现商店墙壁上 又出现了和咖啡馆里一样的相片 弗兰克再次从密室中醒来 很明显这一段也是极其构建的梦境 现在影片的迷迪亚开始逐渐揭开了 弗兰克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民权运动的领袖 梦境中出现的弗兰车 其实就是他自己 弗兰克不满于AI系统对城市的管控 于是他发明了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摧毁整个AI系统 梦境中反复出现的U盘 就是病毒的储存盘 而神经扫描仪构建出的那些梦境 其实是想从他的记忆中找出U盘的藏匿地 弗兰克作为一名工程师 对AI系统也十分了解 所以他的潜意识一直在和AI对抗 想起一切之后 弗兰克又上演了新招 他拿出领带开始上吊自杀 这时生命保障员霍华德也展开了行动 清理机器人被再次派出 救下弗兰克 弗兰克趁机逃出了密室 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加厉被困密室的画面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新鲜理解的是 这一次逃脱同样是机器构建的梦境 加厉这个人物作为弗兰克记忆的一部分 其实也代表着弗兰克本人 加厉被关在密室 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弗兰克的潜意识仍然被关押着 他的逃脱只是机器构建的梦境 弗兰克来到控制室 在那里关闭了霍华德 此时老父亲的画面也出现了 弗兰克关掉了老父亲为生的仪器 影片进行到这里 整个故事才显露出来 霍华德其实就是那台为生仪器 而弗兰克口中的老父亲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被微生机器困在潜意识的牢笼 无法死去 密室其实就是他的梦境 而其他的白日梦 其实是梦中梦 现在影片还剩下最后一个谜底 那就是咖啡馆里的相片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接着看剧情 弗兰克从控制室出来 又一次来到了地面 这次出口在一片血缘中 弗兰克在寒冷中前行 这是他眼前又出现了一片 和照片里一模一样的树林 就在他以为自己又要回到密室时 身旁却出现了两名游客 弗兰克这才相信 自己是真的逃了出来 最后弗兰克再次来到了咖啡馆 他对着熟悉的相片 取出了相片后的U盘 原来这张相片 就是隐藏秘密的关键所在 弗兰克知道U盘就藏在相片后面 所以他在那设置了一道机关 每当他看到相片时 就会从密室中醒来 这就是弗兰克说的隐藏秘密的方法 现在他既然已经逃出来了 自然是不再需要隐藏秘密 于是将U盘扔进了垃圾桶 现实版的伽利 无法再猜中弗兰克的名字 一切看上去都恢复了正常 然而在咖啡店房顶 霍华德却再次冒了出来 这是一个类似盗墓空间的结局 但却比盗墓空间更加含糊 很多网友认为 这次逃脱也是机器构建的梦境 目的就是欺骗弗兰克 让他最终显露自己的秘密 也就是病毒U盘的所在地 星星在前面的分析中也说了 这一段的确是机器构建的梦境 但这个目的并不是要盗取秘密 而是要让他放弃抵抗 让他虚假的以为自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 这一切的终极主导者不是机器 而是躺在床上的老年弗兰克 在影片中段 霍华德和弗兰克曾经有一段对话 也许是维生装置弄错了 也许根本就没有错 也就是说 弗兰克认为活着是一种错误 但霍华德却告诉他 活着不是错误 错误的是抵抗活着这种想法 弗兰克一直都想用U盘摧毁AI系统 其实就是想断掉维生装置 因为他认识到生命就像是无限密室一样 只是无意义的循环 而霍华德却显示了另一种智慧 也许生命本该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忘掉这些 而去享受旅程中的每一份赐予呢 弗兰克正是想通了这一点 所以最后才选择欺骗自己 他相信自己来到了现实世界 将病毒U盘扔进了垃圾桶 他不再去区分真与假 现实与梦境 而只用去领略周遭美好的一切 是不是像极了某种对现实的影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金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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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